你以后补救都来不及 不不不不 不是 撤撤撤 知道为什么 不叫你西文十字十里了吧 我外甥这些年寄回来的银两 全跑泥河边里去了 你给我说 你还在这儿装生呢 装 你带走啊 快 给我承见 快 无情无义 你呀 是我于刘芳不顾 我让你们呆在这儿 你就讲安生 你是谁呀 你快走吧 你再不走我们家的日子 过不下去 阿思啊 你当年在阿富汽里面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这样对着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nce 这个傻千右的祸害 总算是走了 害得我 险些一口气没喘上来 你也是脑袋糊涂蠢笨 怎么能拿大郎辛苦挣来的奖赏 投葛氏布庄呢 赔个底调吧 幸亏是有大郎和三郎是好的 我要靠着你们二访 我还不得喝西北风啊 阿摩 三弟来信说 过几日能回都城 今年可在家中过正诞 自孩儿起世十一年 难得我们三兄弟 能齐齐整整地团聚在阿摩的膝下 也可好生热闹一番 这么多年哪 你们兄弟东一个西一个 阿摩这心哪 就没呼伦哥儿过 君姑 三弟两口子会在清县 与宋娥少公会合之后 一同归家 除了还在边关镇守的勇儿 小两口不能回来 我们一家人总算是真正团圆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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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收拾收拾屋子 咱们成家好久没这么热闹喽 君姑 这一时之间哪疼得出那么多间屋子啊 对了 之前不是说要给四娘子备建书房吗 我看她也无善用处 不如先把那两间房腾出来 给侄子们捉 四娘子 应该不介意把房子让出来给兄长住吧 可阿姆说了 如今让我日人文书 这可怎么办 有心读书哪儿不是书啊 这也不过是应急之策罢了 弟夫说得也没错 若真心想要读书 就算是马厩草棚也能读 鸟鸟 不是让你每日在屋里问书吗 怎么还不去啊 秦聪 督促鸟鸟不备完书 不许吃饭睡觉 其实四夫也不反对 那我明日就令人将书房先收出来 我那可是两个宝贝孙子 怎么能挤在书房里睡觉呢 反正你也没生儿子 二房 隆共也没有几个人 不如你把主屋捧出来 跟大房换换 不行 君库有所不知啊 这 这主屋也就是瞧着上号 师则年久师修 愁得很 助不得人的 你就赶紧修善修善哪 你看正好还能赶上正代 接我的宝贝儿子们回家 去 买来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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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怪我加了你这么个窝囊废 成日里就知道对着这些破除烂捡发呆 都让我个富人在外冲锋陷阵 你们程家 掌凶 打仗为将 三弟 读书为官 留了你这么个不中用的 今日就连主屋都保不住了 你怎么不许减的 他若是连主柴都换不来的话 还不如一把火烧的 拿来干净 我的书姐 阿富 阿富 我的书姐 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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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 我来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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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这都一个是真了 齐酒章的前十句可曾记住了 阿母 我 我饿了 他是没有力气学习了 阿姆倒是觉得饿一饿 这脑子更清醒一些 读书也不急在一起